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位 原来柚子去皮这么简单呀 只需要一根牙签就能包出这么完整的柚子 简单快速还没有白筋膜 大口多意,家里郁巴不能 肉汁脆爽,鲜甜多汁 柚子就要这样吃,太爽了 赶紧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 首先来看看方法一 买回来的柚子把表皮擦拭干净 然后先把柚子的顶部切开 因为柚子的皮比较厚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要适当性的这样切开 直到能够看到里面的果肉就好 两边同样的方法操作 为了防止把果肉切坏 所以每一次切的时候尽量薄一点 切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从柚子的中心处 横向把柚子对半切开 然后取一半 任意选一个边把柚子切开 注意接口要对准两半柚子之间的分析处 然后这样轻轻的将柚子掰开即可 这样里面的柚子果肉 一小半一小半的就自能进行分离了 现在我们直接将果肉取出来就行 把皮往外扒一扒 然后下手轻轻拽出果肉即可 可以看到取的过程中非常的简单快速 取下来的果肉非常的完整 没有任何的筋膜 像这种方式取下来的果肉 那么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 吃起来就都非常的方便了 每一会儿一个柚子就完整的包好了 很完整吧 而且非常快速 用来扎扎客人简直不要太完美 上面没有了柚子的筋膜 吃起来也就不费力了 包柚子的过程呢 确实是需要耐心的 柚子除了柚肉营养好吃 柚皮呢也是有用处的 还可以把柚子皮呢 放到冰箱里面去除臭味 还可以放在房间的角落里 具有驱感蚊虫的作用哦 怎么样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包柚子皮的方法还不错吧 不止如此 我们还有妙招哦 方法 准备上埋回来的柚子 先用刀将其横向 从中间均匀的划上一圈 注意匀中的切开 同时注意不要划得太用力 避免切到里面的滚肉 好了 接下来呢 准备上家里用的汤勺 可以用勺微大一点的 然后呢 用勺子的丙部位置 往划痕里面插进去 向着同一个方向呢 把柚子肉和柚子皮分开 一边做动作一边旋转 一边全部滑通以后 再来处理另一半的外皮 我们也采用同样的方法 将其滑通 建议用圆润的勺子 这样不容易上当里面的滚肉 手里大的朋友呢 可以像我这样 拿住两头 然后旋转两下 就这样转了一下 腾了一下 柚子皮就下来了 然后另外一边呢 也是同样的操作方法 这样我们就得到完整的柚子果肉 与柚子皮了 而且这个柚子皮可有意思了 千万不要润掉 如果制作精细的话 它可是重要组成部分 接下来 我们把柚子 记住一下手的力量 把柚子的果肉 完整的分成两半 接着我们再下手 把柚子掰成一块一块的 全部掰好以后 准备上一根牙签线 我们把柚子皮划个开口 好了 现在我们把柚子皮 慢慢往两边掰开 注意手部力量 否则也不注意 柚子果肉就分成两半了 遇到这种有筋膜连接的部分 我们不要使用蛮力 这时我们接住牙签 把它插到柚子白膜和果肉之间 轻轻的给它划开 尽量的划到底部一点 这样就分开了 好了 接着继续拔皮 一边充分划通以后 另一边也继续给它划通划开 在一边划的时候 一边用手给包开 千万不要速度太快 发现障碍就停住 先挑断筋膜 再撕 这样果肉和白膜部分 就可以很好的包里了 就最后 这里呢 要稍微多花一点时间 好了 这样我们就能够轻松的得到一块完整的柚子果肉了 简单吧 接下来就一次操作就好了 按照这个方法 一块柚子果肉上的抹合筋就全部包下来了 不仅刮得特别干净 而且果肉还不容易碎 没一会儿就得一盘了 把所有的柚子果肉都给包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一开始包下来的半个柚子皮装起来了 包好的柚子果肉一个个特别红润 没有表皮也没有硬筋 拿一块狗肉下进嘴里 一口包汁非常爽口 一口一个不用担心薄皮的问题 吃着特别的爽 特殊的节日里 背上这样的一份柚子 是不是也算一份精细呢 用来找来客人 或者给男女朋友冬天的第一个柚子 也是非常的有心意哦 柚子好吃又营养 但是有些人却嫌弃他 包皮太麻烦 而舍弃了真美味 这么营养 这么美味 不吃你就亏大了 所以赶紧学会以上这两招 向同伴们展示展示吧 赶紧把它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吧 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好方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哦 您的留言和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人哦 点击我的视频头下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瑶瑶 我们下期再见啦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